本轮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灾难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期待联合国安理会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发挥建设性作用 日期安理会通过关于巴以问题的第2712号决议 这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 也是2016年底以来 安理会就巴以问题通过的第一项决议 开启了推动停火的初始步骤 有助于避免更大人道危机和灾难 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 中国希望通过举行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 推动各方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 为缓解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 实现停火指战保护平民 最终通过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进一步采取切实行动 做出应有的贡献